好,那应该很少老师会第一次上课跟各位自我介绍 那我可能比较奇怪一点 那我希望说在上课的时候 你不只是上我的课,你还先认识我这个人 那所以呢,我们先给一个 做了一个简报 那跟各位介绍一下我是谁 那我呢 要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金门大学 那如果你有任何不适应的地方 那可能你可以来找我 那往往一开学的时候 同学会不适应的状况是比较多的 那一个月之后大概就很少有不适应的状况 那尤其是台湾的同学来金门 原本其实以往我们都会觉得说 各位都是大人 那把各位当成大人看待 那但是事实上 最近我在暑假的时候 带一个高二的亲戚的小孩去台北 对我来讲会觉得 对,其实他们也还没有那么成熟到说 OK,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 那各位我相信或许也是比他大一年 所以或许也还没到那个程度 那你如果需要任何帮忙 你还是可以跟我们讲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你已经努力过 而且你很努力想要适应这个环境 你没办法 那你还是得来跟我们说一下 那我们是不太希望会有这样的情形 但是每个人有他的不同的特性 那这点我们是会尊重 那所以还是回过头来到我自己身上 就是我今天是要来介绍我自己 那上这堂课之前呢 介绍我自己 那我是谁呢 各位已经会写我的名字了吗 好,那你会不会写错了 好 那这个是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太久了 所以可能各位没有印象 对,成龙的电影 我是谁 当然 那一个是成龙 一个是周星驰 所以一定不是我 好 那我是谁呢 好 好 这三个字 我黑板上写的字比较大 但是比较丑 那这个标凯体的比较好看一点 那请仔细看一下 好 这个是我 那 你觉得这样就够了吗 你能不能写出我的名字 现在就写在你的笔记本上面看看 好 为什么呢 为什么各位要在意这件事情呢 因为它会跟你的成绩有关 所以你一定要在意它 为什么它会跟你成绩有关呢 因为考试的时候 写考卷啊 写作业啊 或者是我请你上台做报告的时候 你如果写错我的名字 那像是很多人会写成这个样子 还有 有些人会写成下面那个样子 下面那个就很像 那 请注意这个下面这个跟正确的 之间有什么差别 好 同学都很清楚 那如果你看不出来 请仔细问一下旁边的同学 好 所以呢 你 如果写错了 学期总成绩会先被扣五分 然后 你的那份考卷 或者是作业 或者是报告 成绩会再打八折 所以请记得 我是谁 千万 不要写错 但是 其实名字不是那么重要啊 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很在意说 你写错我的名字 但是有些人一直写 写到四年级还写错 这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那 其实我对各位名字的记忆力也很差 所以如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那也不需要很意外 会被我叫得出名字的通常都是 很特别的同学 像比如说 三年级的舰艇 我叫得出他的名字 因为他是我们系上的工作人员 那 比如说有一些同学像 三年级的许家宇 我叫得出了他的名字 因为 我叫他动画设计后来变成 他在教我动画设计 所以 我一定会叫得出他的名字 因为他比较特别 那其他同学一般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但是 这是不对称的 对不对 因为 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不代表 你叫不出我的名字 因为你们的老师不会很多 我们系上大概只有七个老师而已 所以你很容易记 但是呢 我们系上大概有200个学生 而且每年呢 都会换50个 所以我们不太容易记 那 所以如果叫不出来 你不要难过 那或者是 有些人会偷偷的觉得很开心 因为 叫不出来老师就不会点到我的名 那 各位知道24601是谁吗 没有 没有印象 都没有吗 都没有人知道24601是谁 有人提到提到答案了 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谁 囚犯 叫什么名字 红仲秋 很好 很有创意 对啦 红仲秋当初也是囚犯 可是被虐待死了 那真的也是 也是个悲惨世界 但是 但是 但是我猜他的 他的编号应该不是24601啦 那 嗯 24601 是 悲惨世界里面 上万强的编号 上万强 那这个悲惨世界其实是 雨果的作品 法国的 作家雨果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作品 最近我每天都爱听他的音乐 那个悲惨世界的 歌剧 或音乐剧的原始 原始音乐 好 那 所以悲惨世界里面 24601这个号码 他代表了上万强 但是其实他又不能代表上万强 对 OK 那很 其中有一幕 很挣扎的一幕就是 他已经当到市长了 但是 但是有一个人 因为被误认为上万强 所以要被抓去法庭审判 然后 那个 贾为 就 透露讯息给他说 上万强 他们抓到上万强要去法庭审判 那他就很挣扎 因为他到底要不要 要不要告诉他们 他自己才是上万强 那一幕很挣扎 然后 最后他决定承认他自己是24601 对 那这一幕很经典 好 所以谁是上万强呢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上万强 好 那这个上万强 好像有看过对不对 在哪里看过 这个也是上万强 对不对 悲惨世界的上万强 这是囚犯的上万强 和市长的上万强 好 那 这个人 不是 应该叫做金刚狼吗 他确实是金刚狼啊 对不对 那 其实他金刚狼的造型 我还蛮喜欢的 那 不过他悲惨世界的造型也很棒 那他是谁 Hugh Jackman 对不对 休杰克曼 所以 这 扯太远 那我们 言归正传好了 题目是什么 我是谁 介绍一下我是谁 那我到底是谁呢 我当然是 各位的老师嘛 那 各位 坐在台下 我在台上 我就是各位的老师 哪一天呢 各位坐在台上 我坐在台下 那你就是我的老师 那这个是职务 职务的关系 不代表说一定是 在台上有什么了不起 或在台下怎么样 我觉得 那个是 那个不是这种重点 这种重点是 在台上 我要做好在台上的事情 在台下 请你也做好 你在台下的事情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 所有的同学都可以 在学校里面 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把 该学的东西学会 那当然也不止这个啦 其实上大学的目的有很多 对不对 你不可能说 我上大学就只是为了 一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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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整天 维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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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整天 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 那也不是一个 正常的大学生活 那各位 来上大学的时候 除了 上这些课程以外 其实 有些东西 可能比课程 还要重要 对不对 比如说 什么呢 对男生而言 或许 看看学校 有没有正妹 是件重要的事 对不对 那对女生而言呢 或许 能不能在大学 交到好朋友 能不能有 有人 可以一起学习 可以一起玩 那或许是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大学其实 有很多种目的 不是单一的 我们上的课 也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 请你记得 在你做其他事情之余 要花一点心力 在上课上面 在你的 至少把城市设计 学会这件事情上面 这是我想要一再强调的 好 所以我是各位的老师 所以我有做什么的权利呢 我有决定各位 是不是被荡的权利 这是我的基本人权 基本师权 基本的老师权利 但是我也不会随便 让各位被荡 除非你真的 学得不好 通常以往的记录 其实我来这边上课 大概教十年了 那这十年来一开始呢 我是前几年 往往都会有一些课 同学学不好 比如说城市设计学不好 那我可能到了期末 一般40个人 我可能到了25个 或者7个 但是呢 后来慢慢的发现 这样也不好 那所以慢慢的呢 可能我们人数减少了 可能只有5个 其实有时候我会给全过 要看那班的学习状况 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抓几个 那如果最后算出来 你的成绩不到60分 那就是被荡 那尽可能有时候呢 如果你在边缘59分 我可以把你拉上1分 58分呢 勉强 用力还可以拉上2分 57分以下 抱歉 我没有办法拉 OK 所以请你注意 成绩 如果你算出来成绩在57分以下 那我们会让它保持原状 那你来跟我讲 是没有用 OK 好 那我会上你们的课 上 除了这一门为积分以外 我大致上在这4年来 可能会上到这些课 但是不一定 可能还会有别的 因为课每年都会调整 那维基分是各位现在上的这一门 几率统计又是一门数学课 但是几率统计目前是选修课 所以你不用 一定要选 有兴趣的可以来 动画设计也是一门选修课 那动画设计 我们这学期上维基分 下学期我就会上你们的动画设计 那先声明 我不是动画老师 我也不是动画专业的 那我之所以会教动画 是因为 我之前看到有些同学 学不会诚识 整天在学校不知道干嘛 那 我觉得这样很可惜 所以 我那时候还不会动画 我想说 我得找个东西来教他们 后来我就决定要教动画 所以我不是专业的 我做出来动画品质不会很好 而且我美术天分很差 所以我做出来的动画绝对不好看 但是现在动画的技术 我大概都摸手了 而且 绝对可以让各位一学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可是绝对学不到美术 那这一点必须要跟各位说抱歉 那 还有呢 我还教什么呢 系统程式 那这门课呢 会比较 有挑战性 比较难一点 那这个东西在业界很重要 所以现在其实 前一阵子我发现很多业界的人都认识我 那原因是因为 之前 今年的年初 我办了一本杂志 那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在出刊 那叫城市人杂志 那如果你把我加为好友 你可以从我的Facebook上面找到这个杂志 那 这个杂志的读者 至少在社团里面的人 至少现在就有快四千个 那所以 慢慢的很多 台湾的 喜欢城市的人都会知道我 那我们 持续的一直在出这样的杂志 希望说 我比较喜欢做的是 科普的教育 而不是那种 所谓高深的学术论文之类的东西 我喜欢做的是科普的教育 科普就是科学普及化 让大家都学得会 当然不代表我的东西一定很简单 当然 但是我希望说让大家都很容易 学得会 如果一个城市码可能原本要几万行的 我希望让它变成几百行 就可以写出来 然后让大家学得会 那这是我想做的 那 那 视窗程式 这个视窗大概是在二上 二年级上学期 那 系统程式大概二下 二年级下学期 再来是网路程式 这个大概是三年级 我忘记上学期还是下学期 然后再来是计算机结构 这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我们会教各位怎么样设计一台电脑 从最下面一直开始做到最上面 最下面是什么呢 电路 CPU 怎么设计 然后一直做到最上面 作业系统 编译器 怎么说 那作业系统编译器 其实在系统程式就会有 但是到计算机结构 我们还会继续接 OK 那希望各位呢 软硬体都会 所以其实 这个是计算机硬体结构 这个是计算机软体结构 那我讲计算机这个名词 各位会不会有人觉得很奇怪 如果你觉得奇怪的话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 在大学的子工系里面 计算机跟电脑是同一尺 基本上电脑其实只是一台计算机而已 OK 那如果各位用过从前的那种 小计算机 有一些工程型的里面还可以写程式 那现在那种工程型的计算机 需求量越来越少了 因为已经有电脑 干嘛还要那种工程型计算机 只是有时候 你还是要携带 但是你还是有手机 iPad 所以可以取代掉工程型计算机 那这是计算机结构这门课 像这学期我就有教三年级 那另外一个是计算语言学 就是刚刚讲过 这个课比较属于研究性值 但是它这个领域还没有成熟 技术还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可以很成熟 可以了解人所讲的所有话 如果你这个东西成熟的话 至少一个东西要做得出来 什么东西呢 机器翻译 要能翻得很好 这个东西就成熟了 把英文翻成中文 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 他翻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的有道理 非常的经典 那这个机器翻译就是很好 那到时候呢 所有的翻译的人就失业了 因为不需要人再去翻机器翻译了 那现在机器翻译 就是手工翻译还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但是到了那天呢 你就会发现手工翻译的人 没用 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这个领域常常发生 所以各位来 这个领域 一进到志工系的时候 你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所有的东西变化都很快 随时都在变 你今天学的东西明天就没用了 但是 这不代表你不用学 因为你学会程式设计的基本观念 明天可能只是换个开发环境 后天会换个语言 但是你的基本观念有 你很快就可以再吸收新的语言 新的开发环境 马上就接上 所以不代表你学的东西不重要 只是你要有弹性 不能说我学了这个 我就只会这个 那就完蛋了 这个领域每天都在变 每年都在变 所以没有办法这样子 非常的多样 那你随时都需要更新自己的知识 随时都需要追赶新的东西 但是很累 很累 但是也很有趣 如果你没有办法从里面发现乐趣 那你在这个领域势必没有办法成为高手或专家 那希望各位都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杰出人才 而不是四年交完之后呢 你出去一去面试就被打枪 那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所以请你一定要记得我是谁 那而且呢 千万不要写作我的名字 那上我的课呢 有一些规定 那这些规定呢 我今天比较没有办法做是因为 有网路上不去 那所以下次我们再来弄 那先告诉各位 这些规定 你首先要知道我上课的习惯 我每一门课呢 都会有一个Facebook社团 那你呢 一定要参加 只要你修了这门课却没有参加 那会有严重的后果 所以在社团里面 请你尽可能写下来你学到的东西 你把社团当成那个交友聊天室来聊 没有关系 那尽可能写下你所 学到的东西 说你作业不会写 你就上去问吧 有什么关系 不要觉得我上去问就好像是抄袭 反而是 你不会写 然后呢 你直接拿别人来教 那是可耻 但是 你不会写 你上去问 问了之后 人家告诉你 怎么样怎么样 你会了 然后你去写出来 这样子很棒 所以 千万不要 太害羞 千万不要 不好意思问 那各位 其实 很多人其实是有 有足够的能力 而且很多人甚至有 超越 正常的水平 可以 去做出很好的 学到很好的东西 可以变成 很专业的人 但是呢 往往一个问题是 最大的问题是 你有没有足够的动机 去学这个东西 我想说的是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动机 你有没有足够的动机 其实决定了 你会不会学得好 你会不会变成一个专业的 程式人员 我一直讲程式 因为这是我们领域 但是 这个东西 决定了 几乎所有的事情 下课是不是 还没 动机决定 几乎所有的事情 那 往往我们会 会 有点 有点 觉得难过的是 有些同学我们怎么样 都提不起他的动机 那 这样的同学 其实请你想办法 想办法 第一个 如果你 今天在这个科系 想办法 提起自己的动机 来学程式 学程式 如果你很努力的学 很努力的学 最后你还是觉得说 这个领域真的不适合我 那就 想办法转系或转校 去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各位 刚刚来的 跟各位讲的同学 是系学会的 系学会前任的会长 叫许任远 那 许任远呢 他 他其实 是一个 有 蛮有理想的人 OK 那 他 想很多 有关于这个社会的事情 什么样叫做正义 什么样是一个 可以改善这个社会 所以 他会当会长 是有原因的 但是 他今年不在我们这里 他去哪里 他去了台大哲学系 那我觉得 非常祝福他 因为 我觉得 他很适合去 台大哲学系 那如果你也有 类似的状况 因为其实不代表 许任远 他这边就写 做得很差 其实他还蛮 蛮不错的 虽然他花很多时间 在那边 他也花不少时间 在他应该做的事情上面 但是 我觉得 如果你能够找到 你喜欢的东西 你认真的投入 那是最好的 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你已经尝试 就 我很讨厌这个东西 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 在这个领域 做得好 所以我想转 那也很好 像徐任远那样 他去了台大哲学系 OK 那我觉得这是一条 很适合他的道路 那如果你今天 能够找到 很适合你的道路 那我们会 非常的开心 那 有时候呢 你在大一的时候 其实不确定 大一的同学 往往 各位为什么来到这里 有没有人 第一志愿田 金大之工的 有哦 不错 很好 那有没有人呢 你的分数远超过 金大之工 但是第一志愿田 金大之工的 应该也很少 应该没有人 是因为认识我 然后想要修我的课 才来这里的吧 我相信应该不会有 所以 一般来讲 其实 你大一的时候 其实你搞不清楚 我到底喜欢什么 我到底应该学什么 很多人 包含我自己 25年前 搞不好快30年了 我也搞不清楚 那 二十几年前 25年前吧 我念上大学的时候 我其实也搞不清楚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喜欢这个东西 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 刚好就碰巧碰到自己喜欢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努力 努力过了 你发现 我有更想做的 或者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 我想去试试看别的 尽量去试 而且大一的时候 我建议各位 尽量去试 到处去试 譬如说 你不喜欢吃工 那我们学校还有别的科系 观光啊 电子啊 然后食品啊 食品其实就学生物的 那 营建啊 学建筑的 我们还有建筑系 营建和建筑是两个不同的科系 那 还有像那个 政治领域的啊 社会领域的也有啦 那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那边 是不是 你去上课会比较开心 你觉得 那个东西是你未来想做的 如果你去上那边的课 你觉得 这是我想做的 那 你可以考虑转 可以考虑转过去 那如果在本校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像许任员那样 别的学校嘛 去台大啊 各位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去推台大推不上 或转学转台大转不上 许任员不就转过去了 他成绩很好吗 没有啦 他成绩没有很好 但是 各位知道现在大学招生困难 每个学校其实都缺学生 你想去台大没有那么难的 因为台大哲学系的人很多是他进了哲学系 其实他并不想念哲学系 只是因为他分数只能到哲学系 他就去念了哲学系 然后呢 他就在大一的时候想办法努力一点 把成绩弄好大概赶快转到别的科系去 那这时候那个位置不就空出来吗 就有很多空缺 他们在暑假的时候 他就会招生 招转学生 转系生 你这时候去 其实很多时候你反而会很容易上 本校的内转也往往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真的念的不开心 你觉得这不适合 转校或转系 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不用觉得说 这样好像浪费了一年 像许任远他去 他就要比别人慢一年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照理讲 他应该升三年级了 他回去再继续念二年级 因为他是降转 但是浪费一年其实也不算浪费 因为你时间经过 你总是学到东西 他现在这两年所学到的东西 未来对他在那一个领域 或在那方面的发展 其实是会留下痕迹的 不会浪费掉 那只不过他的大学 是用五年完成的 而不是四年 就差在这里而已 但是以长远的眼光来看 这一年根本不算什么 你的人生有一百年 区区一年 不需要觉得浪费 而且其实他没有浪费 你的生命还是继续在过 完全不浪费 而且接触不同领域的东西 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那这是我想跟你们讲 又扯远 所以在社团里面呢 请你尽可能的写下 你学到的东西 让我知道 知道什么呢 知道你有没有学会 那如果你没有参加社团 那平时成绩 我们的平时成绩 我的课几乎都是40% 剩下的60%是什么呢 期中考和期末考 各30% 那如果你没有参加社团呢 平时成绩的40%呢 我就随便扣 扣多少呢 不一定 好 要看我的心情怎么样 所以 请你一定要加入社团 好 在这个社团里面呢 我们会把上课教材 授课录影 我每堂课 像包含现在 你有没有发现 我的荧幕一闪一闪 哪一个一闪一闪 游标一闪一闪 一闪一闪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正在录影 那 所以等一下呢 我这个录影 就会放到电脑里面 今天没有网路 我就不能上传到YouTube 不然的话 我每堂课完 的时候 我都会把它上传到YouTube OK 所以你回家 如果你 或者是你那天请假 或者是怎么样 你觉得 老师哪边讲的 你发现说 我没有听懂 把录影 录影调出来 你可以再看一遍 其中考前或许会有用 好 所以我会把 录影和上课教材放进去 各位呢 回去也可以看 而且有时候我会出作业 这些作业呢 原则上我都不会收 不是代表 我的意思是 我不会用手收 那各位的作业 请你交到社团里面 那各位一定想 我用直写的 怎么交到社团里面 请你想办法 把它交到社团里面 那社团呢 是秘密的性质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的亲朋好友 会看到你的作业 那如果 你的作业呢 是用手写的 那各位现在 其实你都有很多工具 对不对 如果没有的话 你的朋友会有 你把它拍下来 直接上传就好 那 通常你也不一定要用手写 你也可以写成网字 但是数学课呢 各位可能比较不了解 怎么样子用电脑 打出数学的那些运算式 积分啊那些的东西 你可能写不出来 其实是可以 用一种叫Lattex的语法 你可以很容易把它写 如果你有冠LibreOffice 再加冠一个TextMath 就可以写 那如果你用Windows的 那个微软的Office 其实里面就有数学课的编辑器 你也可以写 那所以 这不是问题 那或者 各位有一个叫Lockdown的 是我们台湾的 最新才出来的网站 它里面也有支援Lattex 当初它不支援的时候 是我提醒它 说 能不能支援 后来过没几天 它们就支援 好 那你也可以写成档案 放到Jobus 或写在Lockdown里面 也可以 然后呢 再把你的连结贴上来 这样子都是OK的 好 那 那有时候我会把事情公布在社团上面 那 譬如说什么呢 譬如说 课程如果突然改时间了 那我会把它公布在社团上面 下课中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就说 你如果需要休息 你可以直接出去 那我想把这个投影片先讲完 讲完之后我再给各位休息五分钟 OK 那如果你需要做什么 你可以直接出去没有关系 我们下课有时候不会按照打钟的时间 那如果课程改时间 比如说那一天我不能来 我一定会通知 通常我会改时间的机会很小 通常一年可能改不到一次 那或者是 这个比较常见的 就是有些人作业没有交 最严重的是什么作业没有交 期末作业 其中作业没有交 或者是 比较严重的就是他没有来考试 然后期中或期末没有来考试 这些事情我都会公布在社团里面 所以 我们的考试大概是这样 就是期中考在第十周 第十周期中考周 我们不会在第十周考 但是我们会在第十周来检讨考卷 改考卷 OK 那我们什么时候考呢 前一周考第九周考 OK这是期中考 那学期末的最后一周呢 也是一样检讨考卷改考卷 但是前一周呢 是考试的 那这样让我们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不会说到了最最后 学期末最后一周的时候呢 有人没来考 我措手不及我 然后考完之后他就已经回家了 我搞不清楚他到底 到底是为什么没来考 我就只能把他当掉 那所以我还有一周的时间 你没来考我可以公告 这位同学没来考 请他立刻跟我联络 如果他没有跟我联络 那抱歉 没办法 不管是什么状况 只要你完全没有回应 那成绩就是期末考没考 就是三十分就没 OK 同样的期中考没考也就是三十分就没 那这些大小事项呢 我都会公告在社团里面 所以请你一定要注意社团讯息 否则的话呢 就请你要承担 你不知道这些资讯的后果 OK 然后让我们再回到主题 主题是什么 我常常会岔开话题 然后就不知道讲到哪里去 那主题呢 还是我是谁 所以现在你已经知道我的名字 你也知道上课需要用Facebook社团 那还有什么是各位不知道的 你现在有没有想到 请说 那个社团呢 你进我的Facebook 然后呢 在我社团那边 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个叫做 今天102 102上 102上为积分 如果找得到的话 如果找不到的话没关系 我们下礼拜再来加就可以 好 因为今年是102学年度 102上为积分的那个社团 你用搜寻的找不到 因为我社团设成秘密性质的 所以你搜寻是完全找不到 你一定要 可能连从我的首页进去你也看不到 那非得要我在 我们下礼拜我会把那个社团呢 从秘密的性质暂时转换成公开性质 等你加进来大家都加完之后 我再把它转回秘密性质 那这样子各位就可以 就可以不用担心说 OK你的作业被人家看到 所以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有没有 好没有我就继续看 有些同学可能会想知道一些 比如说 这个老师到底有做过什么事 那看看老师有没有什么丰功伟业 那所以我想我就介绍一下自己做过的事情 那我曾经做过的事情大概有哪些呢 有什么丰功伟业呢 那我们会列表出来 那这个就是列表 好 为什么是空的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懂 那也就是我们没有什么丰功伟业 那没有那么伟大 那现在我已经介绍完自己的丰功伟业 所以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雕虫小记 那我呢 没有丰功伟业 但是我曾经学过一些雕虫小记 那像是写程式 写网字 写电子书 写论文 写动画 所以各位在学校的这四年 你要跟我学的就是这些 雕虫小记 但是要先声明的是 我不太写论文也不太做研究 通常大学老师会需要写论文做研究 这点是我比较不一样的 像如果 柯老师的话他就写很多论文做很多研究 我是没有 那这个好像有听过 我不写论文已经很久 各位如果曾经看过一部片 这个是张国龙 阿舍 他的大哥 狄龙 的名言 他曾经说过 我没有当大哥已经很久了 阿舍 那这一幕很感人 感动的眼泪都快掉出来 那可是你如果没有看电影 你就 就不会有这个感受 这部片是 港片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部 英雄本色 周润发就是因为这一部而成名的 应该周润发比这个成名还早 但是张国龙 周润发和狄龙 那 所以呢 大家不会从我这边 学到太多 做研究 还有写论文的技巧 上我的课最多的 就是一种东西 就是程式 不管是上数学课 还是上硬体课 或者是上网路课 我通通都会用程式来讲课 连回积分 你都会看到程式 几率统计 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门 用程式上的数学课 所以 所以请各位 一定 绝对 务必要 学会程式设计 这一件事情 我今天大概已经讲了五遍了吧 对不对 所以希望各位不要觉得太烦 那今天讲过之后 我就不会再跟各位 强调这件事情了 但是要看各位了 自己 我们不希望一直 好像那个婆婆妈妈这样子 不断的去 去催促各位 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今天讲过 我们就不会再讲 所以 你一年级的程式设计课 不是我教的 应该是柯老师教的 你们下午就要上了 那 请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每天 最好都 都写 每天都想办法 学一点 写一点 学一点 至少要学会一门程式语言 但是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柯老师上的这门课 他所使用的程式语言 是英文字母里面排名 第三个的那一个 那这个语言呢 我要告诉各位 你千万千万 不要轻视他 他是我学过最难的语言之一 如果你问一些 程式领域的专家 你问他说 C好不好学 如果那个人跟你说很好学的 我告诉你 他一定不太会 会说C很好学的人 其实都是半调子 所以 如果你今天学C真的觉得 你跨不过那个门槛 其实没有关系 但是 你可以换个语言 想办法把任何一个语言学好 比如说Python Python其实比较适合 用来当第一门程式语言 但是 各位大一之所以会用C 是因为 后续的课程会需要用到C 像系统程式 我的课 像网路的一些底层 柯老师的课 会用到C的 所以 C排在大一 不代表他真的很好学 他真的很难学 而且他的bug超多 除错 绝对会除到 让你哭出来 这时候你一定要问 有经验的人 帮你一看 就知道你的错误在哪 没有经验的人 想破头想不出来 那个错误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 请你一定要主动问 这件事情很重要 给我一个Facebook讯息 我 一有空 至少给你一点提示 所以如果柯老师教的呢 其实柯老师已经教的蛮好 他已经很努力教了 如果他教的程式设计呢 你听不懂 会学不会 那最容易卡关的就是 第一个卡关的是 你在C学函数的时候 他的参数传递方法 你可能会卡关 第二个会卡关的是 你在C学指标的时候 然后那是C的最大一个特色 如果你把指标学会了 你C 指标很强很熟 你C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指标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你如果跨不过去 你这门语言就相当于没学 因为这就是他最有用的地方 OK 但是那也是最难学的地方 如果你有问题 尽可能的问柯老师 柯老师没有办法解答 或者是你你听不懂 请来问我 OK 当然问别的老师也可以 像李希杰老师 他们也都会帮你解答 但是李希杰老师是教务长 所以他恐怕没空 那所以还有其他老师 但是赵宇祥老师也很强 赵宇祥老师在程式方面 和硬体方面都都是能力蛮好的 所以你也可以问他 不过赵老师可能也不见得很有空 那我也不见得很有空 但是我会尽可能帮各位解答 那你不要到处到处找我 我的实体不见得都会在这里 所以我的分身会在网路上 所以如果你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有问题 就直接讯息给我就好 但是呢 只要我有时间 我就会尽可能的解答大家的问题 或者你也可以把我加入 Facebook好友 那然后呢 用讯息问我 问的时候 请你 也不要说 喂 帮我解答一下 那这样就很没礼貌了 那所以 请你还是要礼貌 而且 请你不要太拐弯抹角 老师早安 老师在吗 老师请问 你在网路上吗 然后这些都不用 就是你说 老师早安 我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 好 你能帮我回答吗 OK 这样就很好 那我绝对不会帮各位写作业 所以你的作业你应该自己写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出作业的目的 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些提示 我甚至有时候我有程式就直接给你 但是如果我的程式刚好就是你的作业 那请你不要直接拿那个去教 这样是欺骗 如果我的程式就刚好是你的作业 请你可以看 可以执行 可以测试 看完执行完 测试完 自己想办法消化吸收 然后呢 把程式丢掉 自己重新再写一遍 看写不写得出来 写得出来就是你有学到 OK 你再拿这个版本去教 那很好 这样清楚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 我的Facebook刚刚已经写了 很多人也找到了 那就是Facebook.com后面加CCCKMIT 那各位应该都可以先按加入好友 最后呢我们来个测试 测试 看各位有没有专心听我这次的 Who am I的讲题 那这个是我们第一题测试 请问各位答案是几勒 3 好 有些人说答案3 好 没错 答案是3 如果你选金刚狼 那他会说答错了 好 那当然最容易错的是这个 对不对 好 很多人都会写成这个 这个也是答错了 好 那我们的问题1 就是这个 先认识你的老师 问题2 我们这是个门派哦 那 请问答案是几 2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答错了 你觉得是几勒 3 还是答错 恭喜你答对了 好 那当然这是开玩笑 好 现在呢 各位去申请加入这个社团 102 Calculus 你直接打进去应该 不过因为我设成秘密哦 所以搞不好 你还真的找不到也不一定 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找不到 反正我们 我们会在家 我回去会把它变成公开的权限哦 让各位可以加入 那你你申请加入 我会帮你合可进来 那所以各位加进去 加进去之后呢 刚刚那两题就在上面 请你 请你去上面回答正确答案 我开玩笑的那个答案 不是正确答案 所以 你可以填一下 好 那我们因为刚刚没有下课 所以我们现在就休息个五分钟 好 那各位可以休息一下 上个厕所 好 那我们五分钟后 再来继续上课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